為了感謝熱心民眾捐血救人 今天台北捐血中心舉辦表揚大會 現場民眾出席踴躍 開場表演為了活絡氣氛 還請來肚皮舞團表演 大會除了表揚捐血踴躍的民眾之外 也特別感謝國際獅子會所捐贈的 燦黃號捐血車 台灣的捐血量一直是亞洲之冠 而台北捐血中心在去年的總捐血量 達到73萬8千多代 更是台灣六個捐血戰的冠軍 更重要的一局 那麼其實啊 我們這個天然一點血液 並不影響這個身體 反而會證明你是健康的 台北捐血中心表示 目前血庫的存量足夠 將來要做的是血液品質的把關 因為血液有保存期限的限制 他們也呼籲民眾能養成定期捐血的習慣 讓更多人受惠 台灣情報記者彭孟竹採訪報導